好,我们继续来介绍第十章的PK大作战 那到底呢,现在作战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还是到这个出版社 这本书的出版社给我们看的这本书的目录 去看看我们现在到底位于在什么地方 好,所以我们就打Python for Finance 然后第二版就把它按下去 然后老话一句,只要找不到的话 就把这个出版社Aureli就把它给输进去吧 好,那应该就找得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讲第十章的部分 那我们之前的两部影片 已经把Python,Numpi,Numpa跟Saisan 他们去PK好几次了 那包括用了什么呢 包括用回圈 然后包括去算数学上的直数 还有富士级数 还有求数学上的Py等等 好,所以昨天的战绩 因为这个又是隔一天录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昨天的战绩是怎样 昨天战绩大概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就发现通常Saisan都是算得比较快一点 因为不管是loop或者是找直数 或者是监视多工的状况之下 或者是求富士级数 或者是求数学上的Py 那其实Numpa跟Saisan 实际上都表现得还不错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做 什么样的PK呢 就是跟财务比较有关的 所以再来我就是要去介绍二项数 要去用二项数来评价选择权 那这几种的Compiler 它的计算速度到底是怎样 然后再来就是做Montical的分析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财务里面有一些的 例如说指标 你可能是用那个recursive的方式去做的 那例如说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叫做SMA SMA事实上就是MA就是moving average 那SMA就是simple moving average 也就是你假如求60MA的话 就把过去60天的股价收盘价就把它直接加起来 除以60就好了 但是假如说你相信最近期的资料 应该比较重要的话 也就是每一天的股价 它的重要性应该是随着日子越来越远 就越来越小 所以你可能希望每一天的股价 它的权重是用一个所谓的指数的方式去衰减的话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用一条式子把它写出来 那这个就是recursive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recursive的状态之下 也让这些去PK一下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从二项素开始 那因为又过了新的一天了 所以跟昨天录影片又差了一天了 因此我们把这个程式打开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执行的时候 很多套件都已经先引进来了 所以我们在中途 假如在执行某些事情的时候 事实上那些套件就不用再重新引入了 但是因为现在是新的一天 所以我们不能够直接从这个binomial tree的那个程式地方开始 也就是说我们假如直接从这个binomial tree的这个程式的地方开始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告诉你说 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引进 例如说numpi也没引进 sima也没有引进 那就会出现报错的行为了 所以呢通常一个jubitor notebook的答案角很大的话 麻烦就是你只要执行到一半 然后就离开了 可能明天又回来的时候 其实你要记住把之前的一些套件都先引进来之后 你才可以从中途再继续看下去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把它给引进来 那什么是重要的呢 例如说numpi我们是需要的就把它引进来 然后number我们也是需要就把它引进来 然后塞赏呢 我们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呢 在jubitor的环境之下要先load底线EST塞赏 这个我们也要把它给引进来 好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探讨今天的二像素评价选择权的东西 好那我这里还是简单讲一下什么东西叫做二像素来评价选择权 那基本上呢 选择权它是一个衍生性的商品 那可以呢依照权利持有者呢 你到底未来可以用旅约价格去买标的物还是卖标的物呢 可以分成买权跟卖权 那因为它是衍生性商品 所以呢选择权它的价格也就是权利金呢 事实上一定就是跟着它衍生性商品 它的那个标的物的价格呢 而有变动而有关系的 那所以呢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个股选择权的话 那你的标的物呢可能就是个股的股价 好因此我们要去评价一个选择权 今天的价值的话呢 你势必就必须要有一条 一个方法呢去把这个选择权 去把标的物呢的价格就把它给模拟出来 感觉就是呢今天小标的物价格呢 是S的话 那我们就说呢怎么去描述这个S从今天 那今天呢我们就假设是T等于0 然后呢一直扩散一直扩散一直扩散到大T的时候 那这个股价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扩散 那我们就必须呢用一套方式把它给写出来 那当然呢我们之前呢都已经看过什么 几何不让运动这种东西了 那个事实上呢就是在随地为积分的架构之下 然后呢用数学词去写出一个股价 从今天呢那扩散到选择权到期字 好那在二项数里面呢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 那事实上这个是在选择权的教材里面呢 那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啊 那我这边就很简短的把它讲一下 那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哦 那你只要说呢有真的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到我的这个频道上面去哦 那这里呢有一个选择权的 有一个选择权的的那个播放清单 选择权市场播放清单 那总共有130部哦 这个是北商我在北商开课的时候用的教材哦 那大概呢在第33部左右 那就会开始去介绍二项数的评价 那首先呢先一起二项数评价 我们可以从很多观点去探讨 例如说从避险的观点来看 从复制的观点来看 或者是从统计的观点来看哦 好那等一下要去建构这个二项数呢 其实大部分呢最后都是用统计观点来看 因为呢会比较方便一点哦 好那当然呢一起好像看起来呢 有点像是玩具不大能够描述真实的市场 所以呢后来一起就会变成是多起哦 好但是呢在建构这二项数的时候 那那些参数怎么去设定呢 那就是要看这个第41部的影片 有关于CRR二项数参数的设定 那事实上呢二项数它有很多的学者提出来了 但是最早应该是在1979年或78年左右 那有三个学者呢叫做Cox、Rox跟Rubin's Top 那这个他们提出来的二项数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CRR的二项数哦 好所以你就可以到这个频道来看一下这几部的影片 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哦 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很快的来讲一遍吧 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都知道选择权呢 它是一眼线商品 所以它的权利金一定就是跟它的标的物价格呢 是有联动的关系啊 那怎么去评价一个选择权呢 那换句话说你就必须呢要有一套机制呢 去描述一下它的标的物 也就是股价呢怎么从今天开始呢 发散到选择权的到期日哦 那当然呢从最简单开始简单的状况来讲呢 我们就会讲说那假如说今天就有一期的模型哦 那一期模型就是说呢 今天交易完之后呢大家就睡早了 然后等到起来之后呢 选择权就到期了 那这就是一个短短的人生 只有一期的模型而已啊 那通常呢财务或者是经济啊 刚开始都会从一期模型开始 然后你假如能够把一期呢扩展到多期的话 那就是很伟大的成就了 那或者是呢今天一个经济体系呢 通常就一个人 那一个人呢研究完之后 你假如可以把它从一个人变成很多个人的话 那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了 所以呢在一起的状况之下呢 我们就假设今天的股价呢 在一起之后也就是选择权到期之后呢 它可能有两种的出向 那因为呢在市场上呢 我们最常看见的呢 其实最常看见的选 最常看见的金融商品呢 一个就是啊这个选择权标的物 那假设是个股选择权的话 其实就是股票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债券啊 所以呢这两个是流动性最大 而且是最常被想到的两个金融的商品 所以呢你今天假如说从避险的观点来看的话呢 你就会说那例如说呢你今天假如卖出一个买全的话 卖出一个买全 那卖买全呢啊你是有风险的嘛 所以假如说你要去做避险的话 那你今天呢可能就会想说呢 我假如啊就顺便呢去买Data单位的标的物来做避险 那所谓避险呢就是干嘛呢 就是呢想要让这个整个投资组合呢 在一起之后 那就选择权到期之后呢 它变成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投资组合 那这样子你就达到一个避险的目的 那既然呢啊 它是一个没有风险的投资组合 也就是说你可以慎选Data 使得这个投资组合呢 在一起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没有风险的投资组合 那既然是没有风险的投资组合的话呢 在没有套利的经济体系之下呢 它就只能赚取无风险的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Data给算出来 那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其初你呢大概要怎么去建构你这个投资组合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呢 这投资组合未来到期的时候 那它的价值应该是多少 那因为呢 这投资组合呢 未来到期的时候价值是多少也知道 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呢 它只能赚取没有风险的利率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无风险利率 把它折现到今天 那就是呢 这个投资组合今天在建构的时候 应该花的成本 但是呢你今天买多少单位股票呢 这个股票今天的价格都可以看得见嘛 所以呢你买Data单位股票 成本是知道的 然后你又知道呢 建构这整个投资组合的总成本 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个买权的价值呢 就把它给评价出来了 好这个是用从避险的观点 好那当然呢 从复制的观点来看呢 你可以怎么去想呢 那你假如说你从复制的观点的话 那你就会想说 其实这是一起的模型嘛 所以选择权到期的时候呢 选择权它的payoff就是报场呢 我们都是知道的 都是知道的 好所以今天这个很简单的一起模型 那一起之后呢 选择权到期了 所以选择权到期的时候呢 它的报场是完全知道的 因为它已经没有时间价值了 它完全就是内涵价值 那内涵价值是有公式可以算出来的嘛 好所以你假如说呢 你从复制的观点来看的话 你就会站在今天想说 那我有没有办法呢 去买Delta单位的股票 这个Delta写得太 不像三角形了 我就是买Delta单位的股票 然后呢 我同时呢 再去买B单位的债券 B单位的债券 买B单位的Bund 然后所以我起初呢 就是建构一个这样的投资组合 那这个投资组合呢 我就试图去调整Delta跟B 使得呢 它在一起之后呢 它的价值就跟这个选择权 到期的时候的价值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个事实上呢 就是借由市场上已有的几种商品呢 去把你要评价的衍生性商品 未来的报场就把它给复制出来 那假如说你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代表说呢 你现在这个投资组合呢 到期的时候 跟你现在去买一个买权呢 到期的时候 未来是一样好的 那两个东西未来一样好 假如没有套利的可能性的话 今天就一定要一样贵嘛 一定要一样贵 好所以呢 你今天建构这个投资组合的成本 应该就是这个选择权今天的价值 好所以你就只要把这个Delta跟B 就把它求出来之后 然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 你今天建构的时候花多少成本 而这个成本就是这个选择权 今天应该有的价值 那当然会说这个Delta跟B怎么算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我们就定这个投资组合呢 未来的初向 那它的价值呢 就是等于选择权到期的时候的价值 那换句话说呢 你这里就可以列出两条方程式 然后两条方程式呢 第一条方程式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投资组合呢 今天T等于0的时候是涨成这样 那将未来股价上升的时候 那这个投资组合它会有一个价值 然后呢股价下跌的时候呢 这投资组合未来也会有一个价值 那你就定了上面这价值等于选择权 到期的时候股价上涨 选择权的价值 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呢 你就定这投资组合呢 在股价下跌的时候 它的价值就等于呢 未来股票下跌的时候选择权的价值 所以你就可以列出两条式子 那刚好呢 这里有两个位置数可以解 所以理论上是可以解的 因为你有两条式子 然后两个变数 所以理论上就可以解 那只要能够把Delta跟B 这两个变数解出来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今天到底花多少钱 建构这个投资组合 是可以知道的 但是呢这个投资组合呢 未来又已经跟你要评价买权一样好了 所以呢这个投资组合 今天建构的成本 就应该是这个选择权 今天的价值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 直接从复制的方法去做 那你到这边 有没有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从这里呢 可以列出两条方程式 那刚好呢 我们有两个位置数 要需要解 所以理论上是可以解出来的 好 那这个就是呢 我们财务里面所讲的 完整的市场 也就是说呢 今天假如你市场上呢 爆肠线性独立的金融商品的个数 刚好等于呢 未来经济体系呢 可能的出向的个数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就可以借由交易 今天这些商品 把未来呢 每种状态 你所要的现金流量 全部都复制出来 那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就是财务里面的 完整市场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有点像是 线性耐数里面的 那个span的概念 那话题要说呢 今天这个金融资产 它未来的爆肠 已经可以把 未来经济体系呢 所有你想要的 那个爆肠 全部都复制出来 所以好像就是呢 今天这个两个商品呢 它的爆肠的向量呢 就可以span出 未来整个经济体系的 整个你想要的 任何爆肠的 那个向量空间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就是财务里面的 完整市场的概念 那你另外说 那这个很不切实际啊 因为未来经济体系呢 不可能只有两种状况嘛 其实是无穷种状况的 那这个就牵涉到呢 我们说你怎么把 这个模型呢 拓展到更像未来的 更像那个实际的经济状况 那假如说呢 你要去描述一下 未来可能非常多种的 经济状况的话 经济的状态的话 那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今天呢 就从今天开始 然后呢 一起之后呢 搞不好有十种可能的 经济状况 你就说 我就建一个 所谓的十项数好了 十项数 好 所以就从今天开始 然后呢 就未来有十种状况 未来有十种状况 然后你就建一个十项数 可是呢 未来假如说呢 有十种状况的话 那你呢 想要把未来这十种状况呢 任何可能的 报场的那个项量 都复制出来的话 那今天呢 势必就要有 十个 报场是 线性独立的金融商品 才会办法去 spend出 未来呢 这个经济体系呢 你所想要的 任何的 报场形态 好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呢 市场有没有那么多的 线性独立 报场线性独立的金融商品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呢 即使你说未来的 经济状态 有十种可能性 那毕竟还是太少 因为我们知道 那可能性呢 一定不止十种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种的 所以呢 假如这样子搞下去的话呢 永远都做不完 因为你就会发现呢 市场上的 报场线性独立的金融商品的数目 永远比不上 永远比不上呢 未来这个经济 不确定性的状态的个数 好 所以呢 财务学家这时候就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 好 所以呢 他们就想说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算了吧 我们就还是假装呢 两种 只有两种线性独立的金融资产好了 但是呢 你怎么去 spend出未来经济体系 可能的无穷多种的不确定性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说 那就把这个单期的二项数 变成多期的二项数吧 好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呢 一期的二项数变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假设 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那股价呢 未来可能上涨 可能下跌 可是呢 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后呢 那股价就有两种出向 然后呢 再经过一期之后呢 股价 那可能呢 就有四种的出向 然后呢 再经过一期之后呢 股价就有可能有八种出向 那这样看起来挺不错的啊 你假如说一年的期间 把它切成一千期的话 那最后一期呢 就有二的一千次方的出向 那就够多了吧 那真的就够多了 就两种资产呢 好像就可以把未来呢 二的一千种可能性呢 就把它给描述出来 但是那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啦 那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个呢 你最后那个节点呢 是二的一千次方的节点 那可能呢 任何电脑都没有办法处理 这么多节点的状况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也不符合财务上 弱势效率市场的讲设啦 因为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财务上通常都还蛮相信 学术上都还蛮相信 弱势效率市场的 就是说你去研究这个股价 未来的路径 其实呢 是没有办法去提供 这个股价未来路径 该怎么跑的一个资讯 那换句话说呢 你去做技术分析 去看一个个股 过去的走势 是没有办法去提供 未来的走势的状况 这事实上呢就是财务 若是效率市场的出钱的概念 但假如说呢 你今天建构的数呢 是这种一点变两点 两点变四点 四点变八点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当股价假如呢 今天上涨 那我们就知道呢 他就会位于上面这一区块了 就不会跑到下面这区块了 所以呢 你去研究股价过去怎么走 其实就有助于你去提供 这个股价未来怎么走的讯息 那其实呢 财务的学界是不大喜欢 这样子的东西的 好 所以呢 今天你要把这个二项数呢 从一起变成多起的话 那我们就会建构出一个东西 叫做 叫做聚在结合的二项数 也就是说呢 今天一点变两点 然后呢 再过一起的时候呢 两点其实呢 就会变成三点 再过一起的时候呢 那三点呢 就会变成是四点 就变成是四点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说 你今天股价呢 先涨后跌 或者是呢 先跌后涨 其实呢 会回到同一点 然后呢 他股价过去是先涨后跌 或先跌后涨 其实也没有办法提供你 未来这个股价 到底会涨会跌任何资讯 所以呢 其实这种所谓的 具有再结合性质数呢 它就好像有点 财务弱势市场 弱势效率市场的概念 所以通常呢 我们在建构二项数的时候呢 就比较喜欢用这种方法 去建构一个 具有再结合的二项数 那这个当然就是 从一起变成多起 不过呢 我们刚刚讲过说 事实上呢 有三种方法 可以去认识 这个二项数的评价 我们讲的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从避险的观点来做 然后呢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从直接复制 这个选择权 未来报场来做 那我们刚刚不是说有三种方法吗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讲第三种方法呢 那就是因为现在才要讲啊 好 所以第三种方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难道呢 我们不能用统计的方式来做吗 也就是说呢 那我们今天假如觉得呢 未来股价上涨几率是0.9 然后呢下跌的几率呢 是0.1的话 是0.1的话 然后呢 在财务里面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想法 而且这个想法呢 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肢意行然 那他什么想法呢 就是其实呢 任何的资产 他今天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他 未来现金流量期望值的折线 那这个事实上是绝对没有错的 因为呢 今天一个资产为什么值这个价钱 就是因为他未来呢 可能某些时点会产生现金流量 然后呢 我们只要能够把这些现金流量呢 估计出来 那或许呢 他可能是一个分配 那至少可以估计出他的期望值 然后呢 我们就把未来各个时点 现金流量期望值呢 那找个合适的折线率 就把它折线回来 那就应该呢 是这个资产今天的价格 假设这个市场是公平的话 好 所以想起来很不错啊 那这样子很不错的话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用统计的方式来做呢 例如说 我们都说一个选择权呢 你假如在一个单期的模型的时候 那一个选择权呢 一起之后就到期了嘛 那到期之后呢 选择权它就只有内含价值 没有时间价值 所以那是可以写得出来的 那既然呢 选择权一起之后的价值 我们都知道了 难道我们不能说 选择权在这里的价值 乘以0.9 再加上呢 选择权在这里的价值 乘以0.1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呢 下一期选择权的期望价值嘛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找个折现率 折现回来 不就是这个选择权今天的价格吗 难道不可以这么做吗 那假如能够这么做的话 就太快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跟我们统计学里面呢 在算什么期望值的概念就很像了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资产 它今天的价格 应该就是这个资产未来现金 期望现金流量的折现总和 那这个概念是没有错的 但是真的是知意行难 那为什么知意行难呢 第一个就是 很多资产上未来的现金流量呢 其实你是很难去估计的 很难去估计 那当然呢 在我们这个简单例子里面呢 这个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假如是一起的模型的话 那学校圈到期的时候 价值是知道的 所以那这个是可以写出来的 那市场上呢 有太多的金融资产 那其实呢 它未来的现金流量呢 是非常难估计的 非常难估计的 所以呢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说呢 刚刚讲说 所有的金融资产呢 它的 今天的价格都是未来 期望现金流量的折现总和 那牵扯到折现 就必须要找一个折现率嘛 那这个折现率到底要找多大呢 那财务学家呢 就用一个很奸诈的方法 他是说 其实这折现率还蛮简单的 你就找一个可以跟 你这个未来现金流量 风险匹配的折现率就好了 所以呢 假如说未来现金流量 风险越大 你就找个越大折现率 那假如呢 未来的现金流量 风险越小 你就找个越小的折现率 那假如说未来的现金流量呢 那国库建的未来的现金流量呢 就几乎是没有风险 那既然没有风险的话 你就找个五风险利率把它折现 听起来是很不错啦 但是呢 什么东西叫做 去找一个跟现金流量 风险匹配的折现率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才会说 虽然呢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资产的价格 都应该是他未来 期望现金流量的折现总和 这句话虽然是对的 而且概念上呢 也很容易被接受 但是其实呢 非常的困难 去操作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回到我们这个选择权的例子 你就发现说 哇 没有错啦 你当然可以呢 用0.9去称选择权呢 未来这时候的价值 再加上呢 用0.1去称选择权呢 未来这个节点的价值 然后呢 就找个折现率 把它折现回来 问题是折现率要找多少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所以呢 知意行难很难做 但是呢 今天数学家呢 他就在数学上证明了一件事情 证明一件事情 那当然这个事情 本来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复杂版 那我们这边就不讲复杂版了 我们就讲简单版好了 那他就说呢 符合某些正规的假设啦 而且呢 你今天假如是在完整市场的状况之下 那一定呢 存在某一套几率 那这套几率呢 会干嘛呢 这套几率呢 假设我们就说 未来股价上涨几率是P 下节几率是1减P 好了 他就说呢 一定存在某一套唯一的几率 使得呢 所有的资产在这个几率之下 未来他的成长率都变成 无风险利率了 也就是说呢 数学家他就真的去证明了 说在某些正规的假正规条件的假设之下 那市场一定存在一套唯一的几率 然后这套几率太神奇了 他会使所有的所有的资产 不管你是个股或是债券 或是选择权 或是什么兴起选择权等等 那他呢 都会使得所有的资产 在这套几率之下 他的成长率全部都变成无风险利率了 好 所以呢 今天只要能够把这套几率赚出来的话 那就很美妙了 因为呢 你就可以用这套几率 例如说上涨几率 股价未来上涨几率是P 你就用P呢 去乘以这个选择权呢 到期的时候 那在这个节点的价值 然后再加上一减P乘以呢 到选择权到期的时候 在这个节点的价值 那乘出来结果就是 下一期选择权 他的 下一期选择权呢 他的期望价值 然后呢 再来就是要折现 但是呢 数学价经告诉你说 这套几率呢 太神奇了 他可以让 所有的资产呢 他报酬率都变成是无风险利率 那选择权也不例外 所以你要折现的话呢 就用无风险利率 把它折现回来 就可以得到 选择权今天的价格了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第三种方法 用统计的方法 去求衍生新商品的价格 那他的重点就是 你需要把这套几率找出来 只要能够找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套几率呢 去算选择权未来的 现金流量的期望价值 然后呢 这套几率又可以让选择权呢 他的成长率就是无风险利率 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 用无风险利率把它折现回来 就真的会等于选择权金的价格 那这个价格其实就跟我们前面 不管是用复制的方法 或用 不管是用评价 避险的方法 或者是复制的方法 所得出来的结果 会是完全一样的 那这个在选择权市场里面呢 就叫做风险中立的评价法 好 那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这个第一个当然就是 这个几率怎么找 那再来就是呢 我们今天呢 要怎么去描述 这个股价 它的一个发散的过程 好 所以我就只好再开一个新的 新的小画家 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描述 股价发散的过程 那假设呢 是一个多起的模型的话 我们刚刚呢 已经知道 最好就是去做一个 具有再结合性质的二项数 那这个当然是最简单 最早期的版本 所以假设呢 今天的股价呢 是X 我们就说未来呢 有两种初向 一个就是S乘以U 另外一个呢 就是S乘以D 好 那这个是经过一期 然后呢 再经过第二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这个股价呢 可能就是连续两期上涨 所以股价就变成是 S乘以U的平方 好 然后呢 假如说呢 今天先上涨 后下跌的话呢 那事实上呢 股价就是S乘以U之后呢 再乘一个D 那假如说呢 今天呢 股价先下跌 后上涨的话呢 事实上呢 那这个股价就是S乘以D 再乘以U 那事实上呢 S乘以U乘以D呢 就会等于S乘以D乘以U 所以其实呢 这个节点不管你是 股价先涨后跌 或先跌后涨 在一个具有再结合性值的数 来讲的话呢 其实这个节点的值 都会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从先涨后跌 或先跌后涨来看 好 那当然呢 股价呢 它也可能呢 连续两期都下跌 所以呢 就是S乘以U的平方 好 所以你今天呢 假如说选择权 全地今天是一年 然后你可以把这一年 切成1000起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呢 最后一起就有1001个节点 那最上面呢 应该就是S乘以U的1000次方 1000次方 然后下面呢 其实就是呢 最下面那个节点 就是S乘以D的1000次方 然后呢 那中间就很多节点 都可以用数学式 把它给表示出来 好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呢 那我们这里 好像有很多位置数要去解 一个就是呢 今天你假如是在风险中低的经济体系 之下去评价的话 那首先你要先把这个P给找出来 然后呢 再来就是呢 你今天还有一个U的变数 然后还有一个D的变数 你总共有三个变数 你要去决定这三个变数啊 那到底是要怎么决定呢 啊 然后呢 这时候财务学家就又很奸诈了 用那唯一的D101招了 也就是说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今天我们要去描述一个 骨架的扩散过程 这个又不像是物理学上什么 一个热源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要去描述热源的扩散过程 那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是呢 可以用数学呢 去把它很精确的描述出来的 可是你说股价 你要去描述未来一年股价 例如说台积电 未来一年股价的飘移过程 假如说我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就不用那么辛苦的 这边录影片啊 对不对 我应该去度假了 因为我已经变成亿望富翁啊 那所有世界上的财务学家呢 应该都去度假了 都没有人要去 要继续工作嘛 因为我都已经知道 未来的股价要怎么飘移啊 那这个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财务学家也没有水晶球啊 他也不知道 这个股价未来到底呢 会用什么 就是说它飘散的时候呢 这个U是多少或D多少呢 那所以呢 未来的股价怎么飘散 怎么飘移 怎么diffusion呢 就是怎么扩散的过程 这个东西呢 其实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呢 财务学家就又 就在用它唯一的 那第101招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假设呢 未来就会跟过去 是完全一样的哦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个二相处好像很厉害哦 基本上在建构的时候 其实它就假设 未来股价扩散的过程 它一定跟它过去 的某些统计量是有关的 所以终究还是在做这个假设啦 未来的 假设未来会跟过去是一样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想看看呢 那过去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那过去 我们就想说 今天呢 假如过去 我们也是呢 把过去的时间 某段时间切成很多期的话 则每一期呢 这个股价变动 股价变动的期望值 这个是可以算出来的嘛 也就是说呢 今天的股价到下一期就变成 今天假如股价是S 为了就是SU或SD 所以其实在这个小期间里面呢 那这个股价变动的期望值是可以算出来的嘛 然后呢 再同样的呢 就是股价变动的变异数 这个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说穿的就是统计上的一阶洞叉跟二阶洞叉的概念 那这个当然是就是学术上大家最常想的一定就是先抓统计的一阶洞叉跟二阶洞叉 但是呢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假设未来股价的飘散过程 每一个节点股价变动的金额 它的期望值就会跟过去一样 然后呢 每一个时间点呢 股价变动的变异数就会跟过去一样 那这样顶多也只能列出两条式子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位置是塑要解 那怎么办呢 那就麻烦了 所以后来那个CRR就是那三位学者 Cox、Ross跟Rubinstar 他就说那第三条式子我们就自己设吧 怎么设呢 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设U等第一分之一好了 那这个就是他们设出来第三条式子 于是呢 今天我们就有三条式子 那要解三个位置数 就可以解得出来 所以这整个呢 就是CR二像素 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U等第一分之一 我还写得真丑 真丑 所以就知道U等第一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可以列出三条式子 就可以去解出 就可以去解三个位置数 解三个位置数 三个位置数 好这个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所以 这个是CR的一个二像素的一个想法 好但是呢 怎么把这个东西写成 写成那个 写成程式呢 那当然就是你要先把这一颗圣诞树给建出来 但是呢 在建构这颗圣诞树的时候呢 其实通常我们不是很喜欢去建构出一个树 它真的会往上跑 同时去往下跑 其实这样建有点难建呢 那我们呢 还是比较喜欢去建构一颗树 然后呢 看来这颗树呢 你可能需要两个下标了 两个下标 那一个下标呢 就是记录你现在在多长的时间 是在时间点多少 因为呢 我们这个树会一直往右边建 所以呢 你今天就说好吧 这是10.1 10.2 10.3 所以你有个下标就是要去记录 现在10点到底是多少 然后另外一个下标呢 你可能就是呢 必须要去记录呢 那假如在某个固定的10点的时候 它到底是位于第几个 第几个节点 就像呢 今天两期之后呢 我们就有三个节点 所以你可能就要有另外一个下标呢 来讲说 那现在呢 过了一起之后 又过了一起之后 我们到底位于某个特定时间点的哪一个节点 所以看起来呢 就必须要有两个下标了 那有两个下标的话呢 通常我们就很喜欢说 那这两个下标 假如可以跟这个我们熟悉的 线讯代数里面的矩阵的下标的写法 是完全一样的话 那不就太美妙了吗 因为你知道整个Python 或者是整个程式的写法 基本上我们都是很习惯呢 从矩阵的想法去想 所以今天我们就还蛮习惯用矩阵的下标 来想那个 例如说资料怎么去做分割 或资料怎么去塞进去某一个矩阵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就很想去做某件事 就是说呢 我们就不要建构这么一棵树了 我们就去建构一个下标 可以用类似矩阵的方式来表示的东西 那你知道矩阵呢 通常就是一个长方形 然后它可能有很多个raw 很多column 那通常同时就会写成这个矩阵就是m乘n 也就是一个矩阵它有m个raw 然后有n个column 所以这里面的每个元素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矩阵叫做大a好了 所以这里面每个元素呢 其实我们就讲它叫做小aij 那i呢就是代表说你在第几个raw 然后呢j就是你在第几个column 好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 那我们怎么把这棵树呢 建成可以用矩阵的方式来写的 所以我们就说好吧 那今天呢 啊 个股价就是x 那我们就说呢 今天有一个股价叫做s00 s00 那这个就跟python一样 什么东西都是从0开始 所以呢我们就说s00 它就位于了变号0的raw 变号0的column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变成su跟sd 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呢 那今天的股价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它就是s01好了 那为什么要写s01呢 因为 嗯 在矩阵的世界里面 这就是编号0的raw啊 然后呢 嗯 所以它前面这个下标 就是代表它在第几个raw 所以现在既然它在编号0的raw 我们就希望呢 啊 至少这个地方 它的第一个下标就是0 好 然后呢 啊 接下来它不就是有一个s下跌 所以会变sd吗 那sd呢 我们就往下键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呢 下面这一个股价呢 它的下标就是see 那为什么需要see 因为呢 它感觉上就好像在矩阵的编号1的raw 其实就是第二个raw 然后呢 在编号1的color里面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很希望呢 这个s01 其实就是这边的s乘以u see就是这边的s乘以b 好 那再接下来呢 又过了一期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三个节点 所以我们说 那我们就把第一个节点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s02 s02 太久没有用滑鼠写字了 s02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上它就好像是在 某个矩阵的d0的raw 就是编号d0的raw 然后编号d0的color的这个元素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在接下来呢 就是s02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 这里就是希望它就是se2 se2 好 所以呢 s01呢 有可能上涨就变s02 下跌就变成是se2 同样的呢 你假如说本来是se1 se1事实上就是这边sd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未来假如上涨的话呢 那就变成是se2 假如下跌的话呢 那就是变成是s22 就变成s22 好 所以呢 真正在建这个骨架树的时候 那有些人呢 是喜欢把它建成说 其实它呢 上方是一个平的线 然后呢 它下方呢 就是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三角形 那这样子去建的 那当然呢 又有人呢 喜欢怎么建呢 就是下面是平平的 然后上面呢 就一直往上涨 这样也可以啦 但是呢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用这样子的建法 因为你发现这样的建法呢 其实它这个下标就跟我们所熟悉的矩阵就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就是矩阵的编号0的raw 编号1的raw 编号2的raw 这就是矩阵呢 编号0的column 编号1的column 编号2的column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这些下标就会跟矩阵的下标就完全会是一致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是每个节点都有两个下标啊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第一个下标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两个下标写成是sit好了 sit好了 然后呢 第一个下标就代表说你呢 到底是在某个特定时点的第几个节点 好 所以像这个s02呢 就代表说我是在时间2 然后呢 的第0个节点 第0个节点 那事实上呢 这个i就等于0 好 所以像这个s12呢 就是代表说我是在第二期 然后呢 的第一个节点 那这节点呢 其实就从上面开始数 就0123是这样一直数下来 那你就会说为什么这么数呢 因为python不就是从0开始吗 而且呢 就看起来就像是编号第0的 如果编号第1个 如果编号第2个 如果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下标就可以跟我们所熟悉的 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矩阵的下标就可以做连结了 好 所以呢 今天每一个节点就有两个下标 一个就是i代表说你是从上面开始数下来 节点0 节点1 节点2的第几个节点 然后后面呢 这个下标呢 t就代表说你现在是在 第几期哦 好 所以像这个se就代表说 我们现在是在第二期 在第二期 好 所以 这样子呢 做完了之后 听起来就很不错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小小的 小小的演练 那例如说呢 今天 t就等于0 就是第0期 其实也就是今天 好 那假如第一期的话呢 你就发现呢 t就等于1 可是当t等于1的时候呢 那i就会等于多少呢 i事实上呢 就是会可能是0 有可能是1哦 所以i事实上呢 就是有可能是0 然后呢 也有可能是1 好 然后呢 当t等于2的时候呢 那i呢 就有可能是什么呢 i就有可能是呢 0或1或2哦 这个是我们的观察 好 所以当t等于3的时候呢 i9可能是0123 所以这个是 我们的第一个观察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在观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这个s01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那s01呢 你就对照一下 它其实是 左边的这个su 也就是s上涨的时候呢 就变成是su 所以其实呢 s01呢 它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s00 s00 我现在把下标写成 台上来写 会比较好写 不然下标真的是 数字太小 好 所以s01其实就是s00呢 去乘以u的结果 去乘以u的结果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呢 那这个s11呢 又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s11呢 s11 它其实呢 就是 这边写不到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滑书写这么多字了 自从录而选择权影片之后呢 就在了 很久没有用滑书写这么多字了 因为都是在看程式 好 所以这个s11呢 其实就是s00乘以d嘛 乘以d哦 那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对应左边这个地方的sd 所以就是呢 s乘以d 因此就是s00乘以d哦 乘以d 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事实上 好像可以得到一个 一个结论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今天呢 sit sit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那sit呢 你就把它想成呢 好像就是我们这边的s01的感觉 那它呢 一定就是上一期 上一期的节点来的嘛 所以它一定呢 就是上一期的节点 那换一下说呢 上一期的节点 后面这个 第二个效果一定是t-e哦 那假如说呢 是上一个节点的上涨来的话 那它呢 一定是同一个raw嘛 所以呢 一定就是si 然后呢 t-e 去乘以u的结果 去乘以u的结果 好 所以呢 sit就等于s括号 it-e乘以u 其实呢 就对照这个式子 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错 好 那再来呢 就是那 那s呢 i加et呢 那为什么会探讨到i加et呢 就有点像是呢 这边我们有探讨s01 s11嘛 所以呢 s01角是it的话 s11当然就是si加et哦 那si加et呢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怎么来的 那它呢 一定也是 从上一期来的嘛 所以呢 它一定呢 是从某个s来的 而且那个s呢 第二个下标就是t-1 就是t-1 好 但是呢 基本上它呢 是从 例如说从s下跌到sd 所以它是从上一个 上一个raw 去乘以d来的 所以呢 前面这里就是呢 i哦 然后呢 去乘以d的结果 去乘以d的结果 好 所以呢 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条通识啊 那这条通识呢 你就假如呢 有点不大熟悉的话 你就回想一下 是不是跟上面这条式子呢 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就说呢 sit 它一定呢 是从s某个东西 t-1得来的 那既然呢 你假如把sit当上是呢 就是上一期的节点 上涨得来的 那事实上呢 它就会在同样一个高度 同样一个raw 所以就是呢 sit-1乘以d的结果 好 可是呢 那假如说你今天这个节点 是上一期下跌来的话 那你呢 一定就是sit-1的t 它呢 就是会s 然后呢 第二个下标 就是t-1 因为已经是上一期来的嘛 但是呢 它是从上一列 去下跌得来的 所以呢 这边一定就是sit-1 去乘以d的结果 好 那假如呢 觉得说 这个通识到底管不管用 那其实很简单啊 你就再看下一期吧 例如说你下一期呢 你就看一下s02 s12 是不是符合这条市值 结论是没错的啦 然后呢 s12呢 s22呢 是不是也符合这条市值 那你就发现 其实也是没有错的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似乎就把 这个股价呢 上涨下跌 然后呢 用一个 双下标方式把它写出来 而这双下标方式 就跟我们矩阵所熟悉的双下标 就会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又把这个双下标呢 跟 刚刚我们说涨的股价上涨下跌 又把它给连起来了 好 所以呢 整个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呢 我们几乎就可以开始来讲程式了 哇 那太可怕了 这样子就讲了45分钟了 好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程式吧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先import mass进来 那我们就给它一些起始值 例如说 现在的股价呢 就是36块钱 然后权利期间是一年 那无风险利率呢 是0.06 然后sigma就是波动度 年波动度呢 我们就给它0.2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参数呢 先把它设定好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先写个函数 那就把刚刚这些概念呢 就把它全部给 写上去 好 那刚刚这里呢 还少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说在西亚二项数里面呢 其实你可以 写出三条方程式 就可以解出PUD出来 那这到底这PUD 到底长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都没有讲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去查任何一本选的 选的书啦 那我们就把这个 东西写一下 那U呢 基本上 经过很多的近似的结果 U呢 其实就是Exponential的Sigma 根号DeltaT 那DeltaT呢 就是一个小其他的时间长度 那用念来表示 那这个Sigma呢 其实就是波动度 然后呢 D呢 事实上是什么呢 D我们刚刚说已经被强制令成就是U分之一了 好 那最后呢 就有一个P啊 那这个P呢 其实它就是Exponential的R 然后乘以DeltaT 非常难写 R乘以DeltaT 然后呢 再减掉D 然后呢 再除以U减D 好 所以呢 这个就 你有兴趣的话 就自己去算一下吧 但是其实并不好算 因为它事实上 要做很多的简化 才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这样子结果 好 那 所以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这条式子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说选择权利 今天是一年 然后呢 我们要切成几期呢 我们就假设切成M期好了 所以这M呢 就是一个这个函数的参数 所以呢 今天底T 其实就是呢 大T除以M 那例如说 你今天呢 假如要更500期 然后你的权利期间是一年 所以呢 每一期就是500分之一年 那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U是什么呢 U就是Exponential Sigma乘以DeltaT 所以呢 其实就是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刚刚有Import Math 所以U就是Exponential的Sigma乘以 更好DeltaT 好 这没有问题 然后呢 D就是1u分之一 这也没有问题 好 然后X呢 我们就先开 把需要的那个大小全部都开出来好了 那我们就在NumPi里面做 而且呢 就把这大小开出来 那你现在想看看 假如说我们要把一年割成M期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呢 好像需要一个大的矩阵 这个矩阵呢 其实就是有M加1个Raw 同时也有M加1个Colon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过了一期之后呢 就有两个节点 过两期之后呢 就有三个节点 所以你过了 过了 例如说M是1000期之后 那就会有1001个节点 所以你势必就要有1001个Raw嘛 然后呢 你今天啊 假如说一年是切成1000期的话 则呢 有第0期 第一期 一直到第1000期 所以你也要有1001个Colon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必须要有一个M乘1 M加1乘M加1的矩阵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就把这个矩阵开出来 然后里面呢 全部都先装0进去 全部都先装0进去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填东西了 首先呢 S00就是今天的股价 那就是S0就是36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干嘛呢 我们就要把这条式子呢 一直把它迭代写下去 迭代写下去 好那这条式子就有点像是哪里呢 就有点像是 就有点像是 这里要写的式子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大小开出来 好所以你看一下SIT就等于SI T-1乘以U SI加ET就等于SI T-1乘以D嘛 好所以呢 这条式子基本上 就是跟我们刚刚写的式子 是完全一样的 好所以呢 我们就首先先让Z等于1 Z等于1 然后呢 我们要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呢 T角等于1的时候 I就可以从0到1 T角等于2的话呢 I就是0到1到2 就是012的意思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Z先等于1 Z先等于1 然后呢 我们说for T in range 1 M加1 那我们就先假设M1 1000好了 所以呢 for T in range 1 M加1 就是in range 1 1001 那事实上呢 1001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的数 所以T呢 就是从1到1000的意思 就说呢 for T in for T 从1到1000 那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说 我们现在开始把这颗数呢 第一期第二期 一直到第一千期呢 的值全部都要填进去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for T in range 1 1001事实上呢 T就是1到1000 好但是呢 我们今天呢 要写个双回圈 就是比较笨的写法 就是写个双回圈 然后第一个回圈呢 我们就说T T就是要从T等于1 T等于2 T等于3 一直到T等于1000 那就是for T in range 1 m加1的意思哦 好但是你在每个节点里面哦 那我们说呢 固定某个节点 i也要变动啊 例如说T等于1的时候呢 i就是01 T等于2的时候呢 i就是012嘛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这个T的for loop里面呢 我们还要写一个呢 i会变动的for loop 好所以我们看呢 当T等于1的时候 T等于1的时候 那i呢 就是0或1 i就是0或1哦 好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说 今天我们 今天我们 我们就已经定它等于1了 所以呢 今天for T in range 1 等一下我看一下 i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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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等于1 i等于0 好 它这个地方 i等于0 好所以 我看一下 t等于1 i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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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了 其实呢 它这边跟我刚刚所讲的符号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说 这个股价的两个下标 一个是i 一个是T 然后呢 这个i就代表说 你是固定某个节点 某个时间点之下 你从上面数下 下来的第几个节点 所以呢 我们就说前面这一个下标可以是0 也可以是1 但是呢 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要用sit sit 加1t的时候 来表示的话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讲sit 就是s01 sit 加1t 就是se的话 那事实上呢 这时候呢 i其实呢 只能等于0而已 因为呢 我们i等于0 然后呢 i加1 就等于1 好所以呢 当t等于1的时候 虽然它有两个节点 但是呢 我们今天i 就只能等于0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今天i等于0 然后i加1 下自然就会跑出1出来 好然后呢 t假如等于2的时候 那你假如说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写的话 那我们看上面这两个 下面这两个 那事实上上面这两个呢 就是s02 s12 所以呢 这时候i呢 就可以是0 所以i呢 假如是0的话呢 就会有s02 s12 跑出来 那假如说你看下面这两个的话呢 就是s12 s22 那这时候呢 i角等于1的话 那这里呢 就会有s12 这会就会有s22 那总员 这就是因为呢 我们今天在写的时候呢 我们前面下标就用i i加1来表示 所以呢 事实上今天呢 在10.2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 i事实上呢 只要0跟1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们是用i跟i加1来表示 所以当i等于1的时候呢 那i加1就等于2 自然就会跑出 这个前面这个下标 最大会到2 好所以呢 这个事实上就是 i它的范围 也就是说呢 今天呢 今天我们在讲这个节点呢 前面的下标的时候 我们是用i跟i加1 所以呢 就使得说今天假如t等于1的时候 i等于0就够了 自然就会有i等于0 跟i加1等于1的节点 等前面的下标跑出来 然后t等于2的时候呢 我们i等于01就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i等于0的时候呢 自然就有前面的下标0跟1跑出来 i等于1的时候呢 自然就会有前面的下标1跟2跑出来 好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t等于2的时候呢 i其实只要0跟1 就可以呢 写出三个节点 好这个是 这个程式的写法 好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呢 他说for t in range 1m加1 那假设我们现在m是想成1000好了 那实际上t就是从1到1000 然后呢 固定某个t之下呢 我们还要for i in range z 那我们就想看看 当t等于1的时候 i其实0就可以了 t等于2的时候呢 i01就可以了 好 那因为呢 我们刚刚已经令z等于1了 所以你就想看看 当z等于1的时候呢 for i in range 1 那其实呢 i就等于0 因为我们说呢 1是我们第一个标的数 这个是Python里面的规定 所以呢 当t等于1的时候呢 i他呢 就in range z 其实i就只能等于0 那事实上就符合我们这边所写的t等于1i等于0 好 那同样的呢 当t等于1的时候 这里执行完之后 这里呢 z就等于z加1 所以呢 当t等于1执行完之后呢 那z呢 就会从0变成1 z就会从1变成2 因为z等于z加1 z就会从1变成2 好 所以呢 这个回圈就继续 Y回圈就继续跑 那t等于2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for i in range z 可是这时候z呢 在上一个回圈跑的时候呢 z等于1加1 所以z已经变成2了 所以当t等于2的时候呢 其实i是in range2 那in range2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0,1嘛 所以呢 就t等于2的时候呢 i就会有0,1跑出来了 好 那同样的呢 t等于2的时候呢 跑完下面这之后 那z又等于1加1 所以呢 z就会等于3了 好 所以呢 继续 t等于3的时候呢 i就in range3 所以呢 i就等于0,1,2 好 最符合我们刚刚所说的 t等于3的话 i就等于0,1,2 t等于4的话呢 i就等于0,1,2,3 好 所以这就是这里的写法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把它写完之后 我们就return x吧 我们就return x 好 所以这个程式呢 就这么讲完了 好 那因为呢 这个股价呢 做出来呢 一定有很多的小数点 所以这个作者呢 对于这种格式的规定 他还蛮喜欢的 他就用一个numpi.setPrintOption的方式去做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一个线上所应 就是numpi.setPrintOption 那这里呢真的有一个formatter 所以我就想说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指令 这个真的是很难找 那他说这个formatter是什么呢 他说其实就必须要用一个字典的形式 把它给输进去 所以formatter一定要用字典的形式 写输进去的 他说呢 预设当然就是nump 预设是没有 但是你可以自己把它写下来 所以就是optional 他说呢 假如今天是nump.nump 也就是说你今天呢 有写formatter的时候 那你就必须要用字典的方式写出完 那字典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呢 每个元素都有key跟values 所以他说呢 这个key应该就是要说明呢 你这个values呢 它的datatype是什么 那因为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骨架呢 把它小数点设成两位数啦 所以呢 两位数的小数点一定就是浮点的形态 所以你看一下他这边呢 就说formatter 那我们呢 就是希望 后面这个x呢 就是一个 就要做一些设定 而这个x呢 因为它有小数点 所以就是一个浮点的形态 这就是这个字典的key 好 那这个对应这个key的values呢 到底是什么 当然就是骨架 当然就是骨架 那这个骨架呢 它这里就用一个lambda lambda其实是一个匿名的函数啦 通常就是你今天找函数呢 不想把它弄得太长 那就应该说 函数角一行就可以写完的话 你不用真的去写一个def 这样子那么正式去定义 你就写个lambda 那lambda事实际上就是让你写函数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函数呢 一定有变数啊 我们就说变数就是x 好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这个函数要干嘛呢 是要去规定一下这个x 它印出来的格式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这个写法真的很有趣 好 然后他说这个x的格式呢 就是一个百分比 然后看了百分比呢 就是要去看一下 百分比后面这是什么 然后就把x抓进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呢 这个 对应float的values 基本上就是x 也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装的骨架 就是returns的这个s 然后呢 6就代表说我要有6位的蓝宽 所以我们先看结果啦 那蓝宽呢 这里就是 有6位的蓝宽 6位的蓝宽 所以有一位是预设的会给你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 有一个预设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1 2 3 4 5 6 好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6位的蓝宽 然后呢 点2就是两个小数点 f就代表我是伏点 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在的骨架 然后表示是呢 真的就都是6位的蓝宽 而且呢 预设这个数字都是向右靠起的 所以呢 就会有6位蓝宽 然后呢取两位的小数 这个就是呢 这个作者呢 他要set 等一下印出来的骨架 好 所以呢 终于全部都快讲完了 讲到口干舌燥 好 所以啊 我们就把这个simulator tree呢 我们就写个四期下去看看吧 然后就真的呢 建构出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数出来了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x 这就是s乘以u s乘以d 这个就是x乘以u的平方 s乘以u再乘以d 然后这个就是x乘以d平方 好 真的就是像我们这边所讲的 这样的一个斜斜的圣诞数 好 那当然呢 只要没有做错的话呢 剩下就是干嘛呢 就是 就是把它切多起一点 就是变成这样子 好 那我们就来切多起一点吧 好那我们刚讲的这个事实上是 纯南派的黄金去做的 所以我们用两个回圈来做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切成500期要花多少的时间 所以就是89.8毫秒 于是呢 我们这个PK排行榜呢 又可以继续的把它给写下去了 我们PK排行榜就在这边 好 来 那我来弄一下 所以 我们就继续PK下去吧 但是继续往右边写呢 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再弄了 所以我们就 弄一个新的 排行榜好了 弄一个新的排行榜 弄一个新的排行榜 嗯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个事实上就是 CRR二项素 嗯 不是CCR 是CRR二项素 可能有人知道在讲些什么 好 所以呢 你用Python来做的话呢 就是89.8毫秒 89.8毫秒 89.8毫秒 我们就把它写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下 numpy的写法 numpy呢 其实最最最最大好处就是呢 它可以向量化的运算 而且呢 它告诉你说 你只要呢 撕一点小小的trick的话 那就可以呢 让它算得很快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到底是什么小trick 啊 这个黑板又不够用了啊 好所以呢 我们来看呢 今天假如说你就关注在那个 U的次方好了 U的次方好了 那你可以想象呢 那其实今天我用另外一个比来写 你只要关心呢 U的次方的话 那这个X呢 当然就是U的次方 就是0次方 那这个SU呢 它不就是U的次方 就是1次方嘛 那你可能就会说 我为什么不往上写呢 因为我要跟我们现在呢 建的这一颗 这一颗平平的圣诞树来比较 所以要写在同一个RAW 好然后呢 再继续往上涨的话呢 就是U的平方 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呢 其实对应这个 我们刚刚所建构出来的这颗树呢 其实它编号0的RAW 它的U的次方呢 是0次方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这样一直下去的 好那你看这个 这个S1的地方 其实就是对应这个S乘以D 然后呢D 事实上就是U分之1 所以呢D其实就是 U的-1次方 -1次方 好所以第一期就只有两个节点 所以就是1跟-1嘛 好然后第二期呢 有三个节点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事实上就是SU平方 所以这就是 U的次方就是2 然后呢假如说你是先涨后跌的话 就是S乘以U乘以D 先跌后涨就是S乘以D乘以U 但是U有点低分之1 所以这里呢 那个U的次方就会变成0次方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S12节点呢 其实U的次方就是0次方 然后呢假如是S22的话呢 就代表你是连跌两次 所以就是SD的平方 但是D等于U分之1啊 所以呢U的次方就是-2 好所以呢 我们就似乎看出一个规律出来了 也就是说呢 今天对应于右边这颗圣诞树的 的建构方法 其实呢 U的次方呢 还蛮有规律的 例如说 今天假如是第三期的话呢 那它每次呢 往下走一列 那U的次方呢 就会减少2 所以呢 我们就预期这就是3 1 然后呢-1 -3 -1-3 然后假如说呢 是在第四期的话呢 那最上面的U的次方 就是四次方 然后呢 就是4-2-0-2-4 所以呢 我们现在很想呢 去建构一个矩阵 它可以来描述U的次方 同时去描述D的次方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U-D给写出来 我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想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呢 我们就先做一个小小的试验吧 因此呢 我们就假设呢 现在就有四期 M就等于4 然后呢 我们就说up 就是那个U 就是那个U 我们就说呢 再用numpiarrange M加1的方式 那实际上呢 M加1就等于5 那就代表说 up呢 其实就是numpiarrange5 那5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的数 所以up就会是01234 好 所以up是01234 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 用一个numpi.resize 那我们要对什么东西resize呢 我们要对刚刚那个up 也就是01230的一维阵列 然后呢 我们要把它resize成什么呢 我们要把它resize成5乘5的矩阵 好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 我们还是把它叫做up 好 那因此呢 我们就把up叫出来看看 你就发现它就是01234 01234 01234 像不像我们刚刚这边说写的01234 然后呢 这里好像又有01234 这里好像有01234 这里有01234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可以见另外一个d的矩阵 d的矩阵 那d的矩阵呢 那d的矩阵呢 其实就是down 就是down down 好 那这个d的矩阵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你假如就u的次方来看的话 那刚开始呢 这也是1 可是呢 接下来就要-2 就是每往下一列就要-2 就要-2 就要-2 所以呢 我们就很想去见一个d的矩阵 这个矩阵呢 在编号0这一列全部都是0 但是呢 在编号1的这一列就全部都是2 编号2这一列就全部都是4 那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等一下 那假如我们up-up-down的时候呢 那减起来那个矩阵呢 似乎就是每往下走一列 就会-2 -2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说怎么去把一个0 0 编号0的列列是0 编号1的列列是2 编号2的那一列是4 怎么去建构出来这项东西呢 那我们就说 就把上面这个up-up这个矩阵做转字吧 所以做转字之后呢 是不是列就变成蓝蓝就变成列 所以本来的第一蓝 编号0的那一蓝000就变成编号0的列 编号1的这个蓝111就变成是编号1的列 然后呢 我们再把每一列都乘以2 那这就用到那个 浪拍的向量化的计算 所以呢 做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是 我们把up做转字再乘以2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样子我们要的矩阵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把up-down 叫down 为什么我们不用念的呢 我们就把up-down 好了 好所以呢 就得到这样的矩阵了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东西像不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们关心的就是这里01234 然后呢 这里就是-1012 就这里-1012 然后-2-10 然后这里就是-3-2 其实呢 我们就建构出我们想要的u的次方了 那我们就只要看上面这块就可以了 好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up-down 我们就看它的上三角 这个矩阵上三角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要的u的次方 u的次方 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底T还是T除以m 所以就是选择选拳逆期间除以 我们现在要割几期 好 那我们呢 就说今天呢 我们想要建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就是s0 s0呢就是我们给的一个参数叫做36的 然后呢 乘以exponential 然后sigma 乘以 乘以根号deltaT 其实呢 这个事实上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边的u 就是u 因为我们说u就是exponential 的sigma乘以根号deltaT 好 但是呢 u它 它 做完之后呢 那有时候呢 u必须要有次方 u必须要有次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今天假如我们要 比如说我们要u的平方的话 那这个平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边的2 所以事实上呢 就是 再乘以up减down就可以了 那因为呢 你今天已经是指数了 指数的某个东西在乘以次方 基本上就是指数的 那个次方向 直接乘以你要的那个次方 好 所以这样子做出来的话 它就会呢 去 它就去做什么 它就去做广播 然后做向量化的计算 就可以把 对应于上面 这一个u up减down的 这个5成5的矩阵的 每一点都去做下面的 这件事情的运算 好 那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股价数 但是你会说 嗯 我们好像多算了下面这一块 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 只有上面这一块啊 那的确没有出啊 就是 反正现在电脑计算都很快啊 我们呢 多算下面这一块也无妨 也无妨 那当然你可以去写一个指令说 下三角形的部分 全部都变成0 也可以啦 但是好像也不用那么麻烦就是了 好 那我们看呢 上面这一块基本上就跟我们 刚刚呢 用纯南派环境所得到的上面的 上面的上三角这一块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哦 一样东西 好 所以啊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trick了 就是如何把这个未来的股价 数上面的每点股价都弄出来 那事实上我们就可以 先建一个up减down的 up减down的那个 矩阵 然后呢 利用南派的相量化计算 也就是组元素的运算 也就是element-wise的预算 就可以把未来的股价都把它给建构出来了 好 所以剩下就是把刚刚的想法 全部写成一个函数 好 所以我们就写呢 Def Simulation Tree 然后Np就其实就能拍 m就是要切几起 所以dt就等于大T除以m 那这个up跟up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把这个up的矩阵建构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 down的矩阵也建构出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股价数上面的每一期的股价 给做出完 然后最后就计算S就好了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定义的函数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m 令它等于4带进去 就发现跟我们刚刚做的呢 完全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 就把它切500期 所以我们就把它切500期去做一做 好 那我们就等它执行两次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做出来就是5.98毫秒 好 所以就用numpy来做呢 其实就是5.98毫秒 那其实已经比那个python快多了 我在想说 这个小数点我都没有很认真的取 好 那这个就是numpy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一下number部分 那number部分很简单 就把原来呢 python的程式呢 丢进去一个叫做number.jit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丢进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命名叫做simulatorTree 然后nb nb 就是number的意思 好 那我们可以呢 先切四期来看看 所以这就是四期的股价数 那你会说 怎么下面这个又恢复成0 那很简单 因为number基本上它就是延续 原始的python的程式来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把原始python的程式 然后呢 前面加个number.jit 它就可以在number的compile之下去运算 那只要你这个运算里面呢 大部分都是数字的运算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回圈 有很多的numpy的指印的话 那number就最喜欢这种东西了 算起来就会特别的快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来做看看吧 因此呢 我们就切个五百期吧 那我们前面讲过呢 number在做的时候 其实你要让它做两次 因为呢 第一次它只是在一面compile 一面计算 那会花比较多时间 你就让它再做一次吧 那我们就让它再做一次 我们刚刚都是time it 我们有些都是time而已 就是time it 好 那做出来的结果就是1.53毫秒左右啊 当然呢 我们假如说只是用time 因为上面呢 因为上面呢 其实都只有做一次 上面不管是numpy 或者是 或者是 纯python 都不是用time it 都是用time 所以呢 啊 我们为了公平起见 大家要比较公平起见的话 那我们 这边我们就再给它多一行啊 我们也是让它用time来计算哦 好 所以呢 那做下的结果就是1.99的毫秒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就是1.99 1.99的毫秒 好 那这个呢 就是number的方式 好 那再来呢 就是sizeon的方式 那sizeon的方式呢 你假如真的要让它 啊 运作的特别快的话 最好就是所有的变数呢 都是在西语言下面呢 去 去定义啊 还要说所有的函数 都在西语言下面去定义 而且呢 你要import math 那最好也是西语言下面的一些套件 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做的特别快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呢 今天 importnumpyens np 所以它这里还是用 南派的那个指令来做一些事情 好 然后呢 c import sizeon 这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flanglibcmath c import指数跟 跟那个 嗯 跟开更好 那这个呢 就是在 西语言之下呢 去 从某个外部的套件去引进某些东西 好 然后s0 tr sigma 这个都是固定的参数 但是呢 我们最好都在西语言下面呢 把它重新定义一次 那因为它们都是浮点 所以呢 我们就写cdef 就是c的diffination 然后呢 全部都是浮点 好 然后呢 再来就是呢 开始写这个 程式了 那什么东西呢 都在西语言下面把它定义好 所以m呢 我们就 定义呢 它是整数 然后呢 zti 就是在西语言下面去定义它 全部都是整数 然后dt 然后u d 那这个都是浮点 也在西语言下面去定义它 然后s呢 事实上它是一个二维的正列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它我们也在西语言下面去定义它 而且它是浮点 因为它是二维的正列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对所有的列和所有的欄呢 都必须要 这样子去做 好 那我们还是就用 南派呢 去把这个需要的空间 就把它开出来 顺便把它低态盘的写一下 就是 32 位元的浮点 好 所以呢 dt这个就没有什么了 u 然后d 然后s00z 就等一 这个就跟刚刚其实都一样了 好 所以总而言之呢 就是能够在西语言下面定义的变数 全部都在西语言下面定义 那这样子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跑得比较快一点了 好 然后它就会得出这些结果 告诉你说 黄色的线呢 就是我把你Python的层次 改成虚言的层次 那你可以按下去看看 很可怕的 不要随便都按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指令呢 就叫做 SimulationTreeCy 就是Sison 其实有点像是赛阳奖 好 那我们就 就 就 切四期 所以我们就得到四期的股价数 那为什么下面这都是0呢 因为基本上它是延续 纯Python的层次来的 好 那我们就把它切五百期吧 那切五百期呢 就是它最后就发现它花了2毫秒 花了2毫秒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呢 叫它做多次一点 做多次一点 那叫它做多次一点的话呢 平均就是花了774的微秒 774的微秒 那上面假如说Number呢 也是叫做多次一点的话 实际上是1.53毫秒 不过因为 因为Number跟纯Python 都只要做一次 所以你就取一次的 就取一次来看 所以就是2毫秒 好 所以呢在这个比赛里面呢 其实Number跟Sison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就给它并列冠军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假如叫它做多次一点的话呢 做多次一点的话 其实做多次一点的话呢 其实Number这边 事实上也是需要让它做两次 因为它做一次的话呢 第一次通过比较慢 它假如做两次的话就是 做两次的话 就是1.23毫秒 好像也没快多少 好 这是1.23毫秒 然后下面这也是 770毫秒 所以假如做多次一点 其实是Sison 但是呢 我们为了配合 Python跟Number 都只做一次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拿一次来看 好 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呢 其实Number跟Sison 就并列冠军了 好 所以我们就花了九能二胡之力 解释了45分钟的二像素的原理 然后大概又用了30分钟 让这四个compiler 或者是套件 就把它PK一下 那我们就先暂停在这个地方吧 哈哈 我又回来了 其实这次不是哪边讲错要看误了 我只是想到说可能有一些人听了会觉得有点诡异的地方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刚刚整个过程都没有用到这个P几率的公式呢 为什么呢 我们好像只有用到U跟D而已 那这个P到底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风险中立经济体系之下 股价上涨的几率到底要用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刚刚都没有用到 因为呢 刚刚我们其实并没有在评价选择权 我们刚刚只是花了九牛二伏之力呢 把这个股价素建构出来而已 所以呢 当然就没有用到P 因为呢 P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用到 我们说呢 P其实就是一个风险中立的几率 那他呢 用的时机就是 你要去评价今天的资产的价格 而今天的资产价格就是 未来那个资产期望现金流量的折限 那这里呢 就牵扯到期望现金流量 讲到期望 就会用到P 好所以呢 假如说你要评价选择权的价格 今天的价格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最后一期呢 选择权的到期的时候的报场写出来 然后就开始呢 从最后期慢慢的往前推 往前推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用到这个P了 因为呢 你在最后一期可以把选择权的报场写出来 你再开始往前推一期的话 然后呢 往前一期各个节点的选择权价值 其实就是下一期选择权价值的期望 下一期选择权的期望价值的折限 所以这里就有下一期选择权期望价值 就必须要用到这个P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刚刚都只有在见股价数 还没有评价选择权 所以好像一直没有用到这个 风险中立的股价上涨几率 所以这个影片就停在这边吧